原标题 此国军起义将领 想将新四军首长一网打尽 被俘后开国元帅写了首诗 送给他在国军将领中 有好多都是反复无常 没有立场 没有操守之人 譬如今天要说的这位 好鹏举 他一生中 曾在国共两党及日军中几次叛变 最为可恨的是 好鹏举在投靠过军后 作为国军起义将领的他 竟然想将新四军首长一网打尽 送给蒋介石做大理 被俘后开国元帅陈毅 写了首诗送给他 痛骂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鹏举 1903年出生 河南领宝人 早年在师范毕业后 于1920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 1925年 因好鹏举是当时西北军中少有的知识分子 所谓冯对其青睐有加 任命他为西北军干部学校大队长 同年被派往苏联学习炮兵指挥 然而他为及学成 便放弃学业回国参加五元逝世 因此 好鹏举在冯玉祥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导致一直为的重用 原大战期间 好鹏举趁机反水 投靠了蒋介石 成了国军将领 抗战爆发后 蒋介石在南京开设刘日归国学生训练班 任命已是赞编第五军副军长的好鹏举任该训练班总队长 主持该班训练工作 可没过多久 他又闹出了妖蛾子 好鹏举竟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与女学院刘琼勾搭成奸 并爆出丑闻 后被特务头子康泽抓住把柄 借机打击而去指 走投污露了他 值得辗转跑到西安头靠谷曾南 在其安排下夫任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少将总队长一时 但不久后又因为与胡宗南下面的一位团长的夫人通奸失败 而被蒋介石亲自下令羁押 1940年在胡宗南的帮助下 好鹏举越狱成功 随后投靠汪伟政权 卖国投敌做起了汉奸 期间策反了很多国民党要员 并率部大力镇压中国的全民抗日运动 而好鹏举本人的势力 也在残害了无数同胞的生命下不断壮大 抗战胜利 前夕 好鹏举就任汪伟第八方面军上将总司令 此时的他直接控制的伪军总兵力 就打五万余人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势力 不但没处置好鹏举 反而任命他为新边第六陆军总司令 就这样 好鹏举再次投靠了老蒋 又成为了国军将领 1945年12月 老蒋令好鹏举所部作先锋 进攻新四军 此时的他 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 前面是英勇善战的新四军部队 后面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 好鹏举所部这个杂牌军家在中间 进退两难 随时有被战火吞噬的危险 在这样情况下 好鹏举于1946年一月遇不起义 起义后 好部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 驻守盖于县 好鹏举任郑总司令 随后 好鹏举拜见了台国元帅陈毅 并请求派人到锁部进行改造 还邀请陈毅观看他们的部队 说 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 陈毅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并且说道 你们如果感到不合意 什么时候要走 告诉我一声 我们一想送走的时候 希望将我们派去的同日送还我们 这是我们的君子协定 好鹏举当场答应了 随后 好部在解放区开始整训 并享受到优厚的待遇 好还在报纸上发表对解放区的观感 称 人民叫我们流血 我们就流血 1946同年6月 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 发动了全面内战 随后 国军大举进攻山东 来势汹汹 好鹏举被这样的阵势吓坏了 以为我军大势已去 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种情况下 左右摇摆的好 再次起了投诚国军的无耻想法 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的诚意 好鹏举竟然想将先四军首长一网打尽 送给蒋座大理 1947年1月 好鹏举以纪念华中民众联军 其议一周年为借口 向新四军各级机关发情节 企图等新四军首长 向陈毅和素玉等等到来时 来个一网打尽 向蒋介石送去一份厚礼 幸亏陈毅及各机关首长都没来 只是派来一些代表 所以这个阴谋才没有得逞 16日 好鹏举率部在徐班庄公开叛变 就在好鹏举再次叛变后不久 开国元帅陈毅 开国大将素玉 于1947年2月6日发起讨逆战役 2月7日在东海白卡部 将好鹏举升刑 被俘后 在好鹏举的再三要求下 陈毅会见痛斥了齐盼变行径 当场写了是好鹏举医师 送给他 娇尔做人不做人 娇尔不苟尽苟苟苟 而金斧首尔就擒 仍自娇尔分人偶 好鹏举听后羞愧的低下了头 1947年5月 蒋介石向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 鲁南机关向渤海军区转移 好鹏举也被押界随行 中途 我军突遭国军飞机轰炸 跑趁乱越起逃顿 被随行的华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 鲁南区党委成功部长王少庸 和新四军战士开枪击毙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 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